2018 安利杯世界女子花式撞球锦标赛 冠军陈思明 右二与第二名陈和云 左二 第三名魏子倩 左一 韩宇 右一 选手们一同合影 记者王毅松社 记者年秒云台北报导 寻求安利杯未免的中国名将陈思明 惊痛上生涯首度闯进冠军战的台湾龙卷风陈和云 以11比4获胜 也是继2002年英国毁灭女公爵废学后 第二位在安利杯连霸的选手 寻求未免的陈思明 今年在安利杯预赛表现并不理想 先后败给台湾选手谢玉文 郭思亭 拿下分组第三精简晋级 陈思明成为第二位在安利杯连霸的选手 记者王毅松社 陈思明在复赛状况终于回稳 一连解决牌 将谢玉文 日本和云千寻抢下八强门票 今在击败同胞刘莎莎以及台湾 欠影杀手为子欠场进冠军战 陈思明在冠军战开赛表现犀利 一举得5比0领先 随后陈和云搬回一城 一路苦追至3比9 但落后差距过大 以无力回天 陈思明最终以11比4摘关 陈和云今年从会外赛打起 并以预赛第三名晋级 附赛连续击败南韩 朴恩是中国潘晓婷 继2006 09年之后第三度拿下八强门票 八强战后 陈和云先以9比7解决 好手爱妮在以9比7逆转 中国选手韩宇闯进冠军战 写下生涯最佳名次 陈和云虽然不敌陈思明 但已经写下生涯最佳名次 记者王毅松社 岳未经许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